我常常講說 縣市爆很快 你在上一任的時候 你是怎麼幹的 宇昌案 你是亂的關真 你把國家民氣拿來打選戰 你為了你這個組織 為了他勝選 你什麼事都敢幹 我不是說蔡英文一定沒事 一定不乾淨 可是你不可以這樣子弄啊 蔡英文有事為什麼馬英九上任第一年第二年不處理 選戰的時候才來弄 而且你去幫忙做打手 你一個經監會主委 可以為了選戰亂了國家的體制嗎 你今天好啊 你繼續玩這個遊戲 為了你的組織 衝鋒陷阱 現在出事了 被甩到一邊 殺來祭祈 這就是我們應該學到了 所以馬英九完全力一直玩到這樣 然後下面 吳毅森這些說真寵啊 看上面出事了 好 大家看下面表演得比較讚 為什麼內施把他們氣得要死說 你出事了呢 我幫你喬 幫你喬 喬到要帶你一個套 結果你怎麼不領情 你們真的是要幫劉易如嗎 還是要幫上面 你們還是要幫上面 你看看這個群醜 那個醜陋的樣子 現在不是19世紀 現在是中華民國 現在是民主國家 你們這些傢伙 我們這主人告訴你們 不要再玩這一套 不要在那邊皇帝 太監 寧臣 真寵 你把國家搞成什麼樣子 陳聰出來講話 這一場 你到底是馬英九交給你 你交給劉易如 還是越過 那以後你怎麼辦 如果不行 你們這些傢伙啊 我認為都應該滾進歷史的垃圾堆裡面 一方面是陳聰要講清楚 可是現在最重要就是 馬英九總統要趕快出來講清楚 這事情對他殺傷力真的太大了 這事情已經不是說你領導力有問題了 這做人一分關鍵 你怎麼找了劉易如去推一個 你認為是改革的東西 出問題把人家丟在那邊 這個不 跟那個太北孤軍狀況是 那以後誰願意跟著總統去做改革呢 這個才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啊 趕快趕快出來講清楚啊 其實5月10號 到今天只不過10天而已啊 就搞得這樣烏煙瘴氣啊 那以後的路要怎麼走啊 以後整個台灣要怎麼走下去啊 真的看了看了真的是 滿難過的 而且也滿傷感的 就是說也滿擔憂的 那你為了 為了就是說要彌補你油電 油電雙漲造成物價起漲 那麼多的名業 那你才說我來教大家減塵減碳 那這個可以彌補掉嗎 這樣可以可以粉飾掉嗎 包括一個政策的行程都沒有好好去檢討 其實我們剛剛回過頭來來講那個 剛剛那個什麼證所 證所稅就是國民黨版的那個證所稅 其實那個整個會把整個市場 一個機制都會扭曲掉了 這個將來會大亂你知道嗎 這個真的會大亂 因為它根本沒有證所稅 它只要證所稅這個名字而已啊 它只不過是一個證交稅的加值版而已啊 就是用交易來扣稅嘛 所以你剛剛就從現在的那個證交稅 加1%加2%不就得了嗎 還要用得這麼複雜嗎 那這個假如說是用股市的股價 來作為扣稅的一個基準點的話 那這樣會把整個 為什麼會講說會把整個資本市場打亂掉呢 因為以後啊 大家都會去玩那種籤子股比較低的 也就是說中低的籤子股 大家去玩那個 那籤子股比較高的 像台積電、紅大電那種的話 幾乎沒有人要玩的 因為我們的股價是用加錢指數在算的 所以你這會把整個的一個一個 資本的一個一個行程都扭曲掉以後 大的執行股沒人要玩了 那他們那些人投資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制度下去的話 真的是會笑死人 而且全世界喔 沒有一個國家喔 是用那個股票的指數在扣稅的 股市幾點才扣稅 所以這個根本沒有想清楚 而且只是為了應付 應付那個好像說 哎呀 我就是我要 正所稅三個名字 你看我們中華民國 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已經有實施了什麼 實施了正所稅 我們中華民國已經很符合公平正義了 我們已經有量能扣稅了 假如是這樣的話 那就好好的來弄一個版本 雖然行政業目前的版本 雖然很多人是有批評他 可是最起碼還比較符合正所稅的一個精神 所以馬總統現在應該要站出來 你假如說真的是為了公平正義 你真的是為了有改革的話 那你應該去挺劉玉如 包括你現在這個電價 當然你看看 你今天就是因為 大家為什麼會轉彎呢 這種時候會轉彎是因為 就是街山反彈嘛 大戶反彈嘛 一些股市股市的這些大戶群級反彈 那你受不了這些人的壓力嘛 你聽得進去這些人聲音嘛 你聽不進去這些小市民的聲音嘛 你今天你電價漲了 那你只能叫人家到節能減爛就可以了嗎 你有沒有考慮到說所有的物價漲嗎 你現在還告訴我們 你應該告訴我們說 你現在應該教我們說 如何來抗拒因為物價上漲以後 我們大家要怎麼過生活嘛 我想大家比較需要的說 你來教我們說物價上漲了以後 東西都貴了 那我們的錢沒有增加 你教我們如何如何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過生活嘛 而不是教我們去那個所謂節能減爛嘛 那台灣喔 台灣真的是目前喔 真的整個經濟狀況非常的差 而且不是只有他們 我現在他們整個政府都已經扭曲掉 我現在看到就是說 一直都把那個觀點都放在個人 那我說你只要你個人節省電 你就好了就可以度過 你有沒有想到說你的工業用電 跟你的商業用電起漲 那以後我們這些外交廠商 怎麼去跟人家競爭呢 我們的一到四季已經外銷 衰退了4.7%喔 那你這些廠商假如沒有辦法 有那個競爭力的話 那會衰退到什麼程度 整個國家的國家的整個競爭力 會下降到什麼什麼地方呢 都沒有那麼遠見 只是天天在忙 天天 我講了嘛 你這幾個月當中 經濟部在忙什麼 財政部在忙什麼 我們的經經會主委在忙什麼 根本沒有一個大方向啦 而且亂成一團喔 真的你這樣怎麼辦呢